这一体的话基本上它主要是AWT跟SWIN 一般的话AWT用在什么地方上面 因为它的其实它的那个 记忆体消耗其实非常的少 所以其实如果说这AWT可以用在很微型的装置上面 SWIN的话稍微漂亮一点 所以用在视窗这个Windows上面还OK 不过目前这些元件用的状况其实越来越少 慢慢的话因为会转移到手机上去 所以慢慢就会变成Zenjoy的版本 那我们这一题当然你也可以试试看AWT 我有相关的讲义里面有说明SWIN也有 只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一题稍微改写一下 改写之前大概是这样我把最后完成 其实也是就是见什么见画面 那见画面的时候的话 这边有一个什么呢我要用AddPanel的方式 这个一个Panel然后呢New一个Panel然后把它放上去 位置要自己再调整Size要自己调整 最后Run出来的话基本上就类似像这样 各位可以看到 当我填路比如说1000块 各位可以发现上面的话 就是限制多少会跟着改变 这个是事件处理 当我填了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 叫做TestValueChange的时候 然后呢会触发哪一个事件 它会去捕捉CacheDoubt然后把上面做改写 大概就是这样子 如果说改成那个Android的版本的话 第一个 我想基本上前面我们做蛮多练习 你可以新建一个什么 Android的这个Project 那名称的话我叫JVD301好了 那底下的话这个名称看你要不要更改 比如说你如果 一般如果你要传到那个 传到那个Google Play上面的话 这个名称 Package名称一定要 一定要写你不能用COME.example 这样传不上去的 因为他不知道你哪个公司的 那一般的话 比如说你就是 填一个公司名称 比如说ITT之类的 就是一定不能是sample OK那这边的话 2.3 我用2.33好了 其他的话 那各位如果 看这版本其实差异性不大 OK那就把下一步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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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就可以了 那其实中间会有个版型 你将来如果说要自己去变更的话 主要是在这边 Drobo 里面有一些 图 你可以自己再换一个图 把那个版型稍微调整 那这里的话如果说我今天要做出类似像我们这边画面的 美金 日元 等等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的话必须要放 总共5个 TestView 然后5个 AdTest 所以这边的话 放的方式的话你可以沿用 这个一个 TestView 然后 底下的话 再慢慢布局 那当然你会发现呢 这个布局预设是 Relative Relative Layout 对不对 按右键 其实可以Change 就是说如果你今天 这个版型是 线性的 由上到下的话 那你可以改成Linear Linear Layout 它可以帮你改成线性的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 这个可以Delete掉 那这个Linear Layout布局有个好处 就是说你可以 拖拉下来 它就是一定放在固定的位置下面 一个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线性排列 但是问题怎样呢 旁边如果还有一个什么 一个 你会发现 如果你要 旁边再放一个有输入那个小数点 你会发现 你放的时候 放旁边 抱歉 只能够放在中间而已 如果你两边都要有一个的话 对不对 一个美金嘛 然后旁边要输 对不对 这个地方 我把它 先 Delete掉 基本上要这样布局 就是说你可以这样子 你只 把它Ctrl Z一下 只留下一个就好了 然后旁边在 这个都不要布局 你可以怎么布局 可以用Layout 就是Layout里面再有Layout 什么意思就是说 今天我现在是一个Linear Layout 是线性的 是由上到下 你可以看格子就知道 Linear Layout Linear Layout